我 清姐 你别骗我了 你就是想给宁哥过生日 对不对 是 我就是想再见他一面 但是他看见我 不利于他的病情恢复 小妹 算我求你了 你帮我最后一次吧 我帮你啊 没问题 只要你自己不穿帮就行 好啦 清清姐 你变成了玩偶 宁哥肯定看不出来了 既然晨音已经找到了 给坏人定罪的证据 那么 就让我来助力清姐和宁哥复合吧 清清小熊 冲啊 惊喜宁哥 生日快乐 谢谢小妹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生日礼物呢 开始表演 清清 是你吗 你终究还是放不下我 不舍得我难过对不对 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再放你走了 我在红尘走一遭 你催得多消耀 谁的眼泪纷飞爱上谁 你在红尘走一遭 我盘得多美好 谁的心里使我会封闭 我要看着那 能明月把孤单憔悴 我的灰月光霞 只有你才最完美 我要看着那 我永远把孤单憔悴 我的灰月光霞 只有你才最完美 做到 要为忠宁扫平障碍 要放她自由 只有这样她的病才能治好 她才能变成更好的人 傻瓜 你跑什么 你以为躲着不肯见我 把戒指扔了 咱们的缘分就会断了吗 清清 我的病就是爱上了你 这辈子都好不了了 不管你承不承认 我都不会变 不 不可以 于是这样女儿应该要远离我 离开我才能治好你的病 你走 你听我说 走啊 细如人生 但细不是人生 我现在非常清醒地告诉你 你是我的病 更是我的药 这病我心甘情愿 这病也只有你能治得好 我的亲情 你救救我 好不好 可是 还有陈衣 没有陈衣 从来都没有 你不要再考虑别人了 咱们堂堂正正地工作 清清白白地恋爱结婚 无愧 无惧 有我在 你永远都不要去做孤单英雄 朱宁 你永远都是让我心甘情愿的那个人 我爱你 我知道你 是我儿子那什么经理人 经常刻刻他的工资 是不是 这您就误会了 我这巴不得钟宁每天多赚钱回来孝敬您哪 比如这次 明明我给他准备了很多细约代言 都是能赚钱的好机会 可他被晚清清勾引跑了之后 非得跟我离心离德的闹解约 钱都不赚了 这不 我就赶紧来找您了嘛 我只是损失了一点钱 可您损失的是个好儿子呀 这么严重啊 那那那我该怎么办呀 其实也好说 这事呢还是由我来处理 但是得需要您配合我 明天呢我开个发布会 咱就把晚清清挑唆钟宁 隐婚解约 哦 还有不孝顺您这事 全给他曝光了 曝光 那不把我儿子给毁了吗 哎姓乔的 你当我傻呀 儿子的名声都没了 我还赚得着钱吗 哎 您别急呀 钱肯定是会给您的 钟宁 他不会有事的 我不信 你呀先把那个什么什么会的事 跟我说了 赚钱的事回头再说 晚清清 你敢假签约忽悠我 这难缠的老太太 就是我送给你的大礼了 喂 儿子 你猜的没错 那坏东西啊 忽悠我参加一个叫什么会 嗯 嗯 还让我再好多不认识的合同上签字 幸亏呀 你提前告诉了我真相 行了 我知道了 我可没上当 哎 行了 那个虽然我不喜欢那个晚清清 但是你这跟我要死要活的 我能怎么办呢 就这么办 嗯 反正啊 以后的生活费你不能少 哎对了 我这儿啊 还能再拖他一会儿 你叫警察赶紧过来啊 早安老婆 老公早安 晚清清 你是不是有什么射人心魄的魔法 魔法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你就在我眼前 我却怎么看都看不够呢 还是那么想念 周年 你怎么变成这么有嘴滑舌的人了 这是发自内心的表白 怎么会有嘴滑舌 清清 咱们的话剧顺利入围了 老乔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一切都在变好 唯独以前错过了太多的好时光 想一想还是有点可惜 所以啊 所以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好好相爱啊 您说今天起床 副门加油了 好了 好 小美啊 咱们加油的事果然被人偶遇曝光了 要是像以前一样吵起来可怎么办 您哥和清清姐好不容易才在一起 可千万别再有变数了 我好紧张啊 别瞎操心了 现在的您哥和清姐 跟以前可不一样了 爱情这东西 越魔力越珍贵 他们呀一定会守护好彼此的 其次 就像您哥说的 好的演员是靠实力和作品说话的 他既不会卖单身人设 也不会放任自己的观众 转成脑残粉 我们还担心什么呢 哦 各位新朋友们 老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钟宁 很感谢大家来看我直播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 有关于我身体状况的 有讨论我个人感情的 在这里 我想做一并解释成绩 此后 这些消息将不再作为所谓的娱乐新闻出现了 那么现在 就让我来谈谈我的婚姻和我的爱人吧 怎么样怎么样 你别不说话呀 怪吓人的 没有骂人的 没有发疯的 我的天哪 居然有这么多祝福的 小美 你说得对 他们值得 嗯 我们清清老师这新剧的剧本 拖着舞了好几天了 舍得让我看一眼了 但是我现在太困了 没心情 好宁哥 就帮我看一下嘛 你确定 这是你下一步要接的新剧啊 当然啊 我都做了好久功课了 不可能弄错的 不是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这是我刚刚定一下要接的新剧 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咱们好像接了同一个去 啊 啊 您哥 咱们公布恋情之后 不愿意拿这件事炒作 再接同一部剧不好吧 而且我看你这个角色 好像是个反派男二号 你千万不能为了跟我三搭就勉强 你两年前可就是做男主角的人了 是 清清 有时候我也会想 咱们做演员的 一旦有了做主演的能力之后 就不能演配角演反派了吗 你知道的 什么咖位 什么身份 在一部好戏面前 又算得了什么呢 您哥 我懂了 大胆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们都会一直记得 做演员的初心 嗯 喂 只是给陈寅打个妖戏电话 你犹豫什么啊 好了你就赶紧打吧 我保证绝对不会吃醋 你个小机灵鬼 我只是还没想好 该怎么和陈寅说 好了 你也别为难了 我猜啊 陈寅肯定会主动打给你的 倒计时 三 二 一 正宁 你们的信息是不是缺个女二号啊 我演了 没想到小母女陈寅也终于有了男朋友了 明哥 你可以放下愧疚了 爱情这东西有保质期 离着谁都能活 你说得对 但是 爱你这件事除外 好 好 明哥 买下了这栋房子 收到了你寄来的钥匙 我特意赶过来谢谢你 只是一把无归原主的钥匙而已 不用客气 不止这些 沈大哥 我谢谢你愿意为我提供证据 更感谢你最后愿意出来指认乔三牛 没有你的帮助 乔三牛没那么快复发 我 算了 你的谢意我收下了 黄疗一梦 我该回去了 恭喜沈总容生大乘集团副总裁 终于可以实现你的人生理想了 也恭喜你的话剧得到国际大奖 但是清清 我没有那么大方 你的官吏邀请劝 我留在屋里了 我就不去参加了 往后 祝你顺风顺水 少忧虑多欢愉 好 谢谢你 林清清 那儿 真的再见了 有请演员周宁 演员婉清清登场 有请 各位领导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丽临话剧小小的庆功会 即电视剧暖心直播会的发布现场 目前小小已经在国际戏剧节中 获得了最佳男女主角的双皮名 让我们在期待影帝影后诞生的同时 也让我们祝贺钟宁 婉轻轻 心气开心 我一直认为 演员是千千万万个社会职业中 普通 但又不那么普通的一种 他需要敬畏心 更需要平常心 话剧的提名是对我们过往成绩的认可 也是对未来自己的鞭策 在新戏中 我将参与出演员外的更多工作 希望以后无论在什么岗位上 都能够脚踏实地地和观众朋友们仰望星空 感谢国泰民安给了我们一个能闯能拼的好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 所有追梦的人 造梦的人都能得逞所愿 未来的路上 我会和您哥和宝宝一起努力 期待更好的新作品 哦 等一下 刚才我们听金老师说 您要和宝宝一起期待 难道您这是和钟老师开花结果了 相爱的人们 请你一定相信 所爱隔山海 山海皆可拼 我请问您的痛快